冬至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祭祀节之一 我们中国古代有四大祭祀节日 那么刚才讲了天朝 人家皇帝都在干什么呢 这一天都要做法会 都在请这个法师们做法会 来祈福消灾 把这些怨恨都给化解掉 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你传承了父亲一半的基因 也传承了母亲一半的基因 对你来讲这人生不是第一生 你如果前面还有若干生 你身上还承载着 过去每世父母的DNA 那这个在佛经上比较重视 过去七世父母 也就是你上一世 再上一世 再上一世 这样往上翻七世 在中国古代叫七祖处幽明 就是七辈子的父母 列祖列宗都要从幽明世界中 被你操渡出去 那么加上今生的父母 就是八世父母 所以说我们过去七世 这是第八世 过去七世都有可能 我们没有完成 那一世应该完成的 把带在自己的零点上的DNA 生生世世父母的DNA 包括他们九族的DNA 都把它放成光明 所以说我们一致携带着 过去七世父母 加上今世 第八世父母的DNA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肉体是今生父母给的 我们有一个记忆体 叫第八阿赖耶史 这个是我们一个大仓库 把我们过去生生世世的记忆 都储存在这个意识仓库中 所以我们的灵体的记忆体 是来自过去七世的记忆体 加上今世的记忆 总共是八世的记忆 那这个过去七世的父母的业力 和DNA 也通过这个全息携带性 在我们的肉体释放着影响力 也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实际上不仅仅是 今天科学家找到的 一对双链连接 在DNA中它实际上存在着八对连接 也就是总共是八个对的连接 这就是中国里面特别强调的八卦九宫 八对连接刚好是八世父母给你的 因为DNA链条一半是父亲的 一半是母亲的 这个双链是这样连接的 今天科学家只发现了一对的DNA连接 实际上你要从我们的圣贤的眼睛 去透视着看你的DNA是总共有八对连接 也就是有八世父母的东西在你体内 在你的细胞核里面 在那二十三对的染色体里面 这是百分之九十六的悬门科学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替九族消夜 我们为什么要替过去七世父母消夜 替七世父母的九族消夜 很简单 你如果是能够带动他们的灵体 和我们同处在这个空间中一起消夜的时候 只要他们释放一个黑点 你这里飞走的是一个飞来风啊 是一座大山的恶不见了 那你生命中那些障碍你的所有的事情都飞走了 那你能不再顺利吗 你就开始顺利了 所以这是要重视九族消夜 和过去七世父母及七世父母九族消夜的原因所在 这是一门实践科学 你们争取实践的应用 你们会发现特别之神奇 那么我们今天请祖先来 是要增他们的善 所以是待会我们做的功德回向给列祖列宗 我们在元祖的九族那儿增了一点善 到你这儿变成什么 一座大山的善 一座金山银山 一座富贵之善 顺利之善 记住 所以说我们不能不做九族消夜和九族增善 所以这是一个善巧的方便 这是中华祖根文化中 我们的祖先对我们最大的爱 他们为什么告诫我们 你要护好我的牌位 你要照顾好我的坟地 实际上他已经死了 真正重要的是对你的影响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实践的教学和验证中 确实实实在在的 你在元祖那地方做一点事情 福报到你这里来 就变成大的不得了的福报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生育儿女 去传自己的DNA 以前是传香火 现在我们知道是传的DNA 实际上我们就是希望 未来有一些子孙后代 像你们一样的都懂得去修炼 都懂得怎么样去帮自己的列祖列宗 那么古人所说的 一人生天九足飞升 他们期盼着后代子孙中 有一群人像你们一样 懂得修道 懂得清音消夜 那么他们在幽冥世界 在那种六道中的恐怖世界中 他们可以得到救拔和救护和超度 那么我们后代子孙如果不为列祖列宗做的事情是最大的不孝 所以古代讲孝道的时候 他有两种要求 一个是高堂老人在世的时候供养他的钱财 供养他的饮食 然后还要孝面一代 暖心一代 这就是孝的第一半 孝的第二半是 这个王者不在人间了以后 我们祭祀以食 给他们供金钱 银钱 给他们供吃的 用的 穿的 那么这是孝的另一半 但是这种文化 在这近百年以西方为主的文化 冲击我们华族根文化的时候 我们居然把它视为封建迷信 视为糟粕 给丢弃了 所以这种传承不是从秦始皇的封建时代开始 它来自我们夫妻室 这个人际的圣祖 夫妻室八千多年前 就在传承着这样的文化 那么我们用一百年 毁坏了自己民族的八千年的精华 所以说我们今天 我们更要重视 这个在每年的冬日日 一定要来参加法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